也发挥夺越来越大的价值,所以说女人顶起半边天丝毫不过分,趁着3月8日妇女节的热乎劲儿,奥利的外婆,也就是李安琪的妈妈文家阿姨,分享了四代同堂的照片,凑得这么奇的照片,并晒出来也是挺罕见的。 文家配文说道,祝国际分吧妇女节快乐,愿你坚强,独立,关爱,美丽,快乐,做自己,最后并颇为自豪的介绍称,这是我家的女人们,画面从左到右应该是李安琪的外婆,李安琪,李安琪妹妹,李安琪的妈妈文家,话说文家阿姨与小女儿长得真是太像了,几乎一样的脸型,一样的五官,简直如出一辙,就差发型不同了,果然是亲生的, 鉴定完毕,而李小鹏的妻子李安琪,搂着自己的外祖母,看起来似乎与外婆长得更像一点,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隔代遗传,感谢外祖母孕育了这么漂亮的一代又一代,文家阿姨曾经也是国家体操队队员,和丈夫李小平,为祖国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,在国际都享有圣誉,本来夫妻俩也想培养李安琪的,但是身高矮一些对体操的比赛才更加有优势, 然而众所周知,李安琪可比李小鹏都要高呢,后来也就没有继续走这一条路了,不过安琪小时候也有接受过一段时间的训练,下方图片的最右边,这个有酒窝的小姑娘,便是儿时的李安琪哦,从小就是美人胚子有,木有,最后,恭喜我们六岁的小奥莉,也成为家里的女人了, 只见奥莉穿着白色的娃娃衫,梳着高高的马尾辫,歪着小脑袋,抿着樱桃小嘴,俏皮可爱,小仙女气质尽显,奥莉用两只小手组成了一个爱心的形状,真是个讨人喜欢的小萝莉,满足了许多宅男对女儿的所有想象,尽管奥莉并没有升高优势,但还是最强劲的一个,大家几乎是看着奥莉成长起来的, 不知道,嗯?